亚太报道 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联合流亡港人成立新组织 帮助香港流亡者 中国政府日前宣布开放三胎政策 中国的年轻人又是怎样看来的 广州市进入全民防疫阶段 公布38个封闭管理期遇 蜡笔小球的前记者邱子明看信八个月 接下来就启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六四三十二周年将至 香港人坚持了30年的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 连续第二年被港警以疫情为由禁止 多位香港支联会骨干也深陷淋雨 亲北京的学者田飞龙日前更在报章撰文 威吓取缔支联会 重重压力下 香港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近三成的受访者赞成解散支联会 创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一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 能否在这一波政治压迫中生存下去呢 请听记者吕熙 吕志志的报道 六四三十二周年前夕 香港民意研究所发布六四事件周年调查结果 认为应该解散香港支联会的受访者 达到百分之二十八 创下了九三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而认为不应该解散的就有百分之三十八 创下九八年以来新低 香港支联会近日接连受挫 除了连世第二年申办维多利亚公园六四主观晚会 被港警以疫情为理由禁止 支联会的正副主席 近日接连因为参与游行而被判求 没得越来越多港人赞成解散支联会 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说 不认为是因为市民憎恨或者不满支联会 而是因为近来香港政治形势急剧恶化 带来强烈的无力感 他们眼力港人沉着应对这一波风浪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感到有压力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认为能做到的不多 可能会有这个感觉 产生一个数字上的变化 我觉得应对的做法就是 希望市民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在现在这个浪上面 我们先不要绝望 先站稳 再谋求如何去应对 而亲共学者田飞龙周一 更是在亲北京报章发文 指支联会五大纲领当中的 结束一党专政具有政治颠覆性 执疑违反香港国安法 以及违反中国宪法 又建议以香港社团条例 要求支联会删除颠覆纲领 如果支联会拒绝可以研究取缔 面对田飞龙的指控 他要常承认 支联会正陷入低潮 但是强调已经多次 指出田飞龙的言论 并没有法律根据 支联会不会因为 个别办官方的言论 而制乱阵脚 他又相信 支联会还有向前走的可能 绝对不是世纪末日 另外调查发现 支持平反六四的港人 为47% 比去年大跌13个百分点 创下03年以来新低 不支持平反者 占28% 创下06年以来新高 虽然港人主流意见 让人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处理不当 同行北京学生 以及支持平反六四 但全部数字都比去年大幅度下降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 曾建华表示 民调有局先信 无法完全掌握民意变化的原因 但暂时没有看到民意出现大逆转 你看长期趋势 没有看到有持续向上 或者上下的趋势 你看认为北京学生做法正确的比率 也认为学生错误的比率 仍然高出很多 认为中国政府处理方法错误的比率 仍然超过一半 你看到是非对错的分野 在市民心目中仍然很清楚 蔡耀昌认为情况属于短暂性 认为目前港人还是支持平反六四事件 分野仍然清晰 只是因为目前种种事件 让港人看不到前进 产生悲观情绪 只有邀请天下记者 吕熙 李志志 香港报道 在香港和澳门都禁止纪念六四相关活动之后 台湾公民团体发起 六四当天在台北举行线上悼念晚会 并呼吁台湾责无旁贷延续六四纪念精神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亦祥强调 六四学运不是动乱 六四屠杀是中共建党百年不能回避的责任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包括华人民主书院 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台湾多个公民团体 一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在台举办六四悼念活动 华人民主书院参与主任郭立轩指出 今年香港澳门都禁止申请纪念活动 以至亚洲的华人区域只剩台湾可以纪念六四 华人民主书院作为过去曾经参与香港六四的伙伴 严厉谴责的同时 更责无旁贷在台湾延续六四纪念精神 今天即便在台湾 我们已经正面临COVID-19的防疫压力 台湾仍然台湾作为一个合法集会的国家 我们依然会持续在叫中国政府在六四的责任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祥提及 六四受难者家属团体天安门母亲 前一日不为中共集权的压力 再次发表32周年的纪文 纪文直指六四屠杀事件的核心 他们担心中国境内的年轻人不知道 甚至遗忘六四天安门事件 并且重申六四学运并不是动乱 六四屠杀是中共建党百年不能回避的责任 还有像天安门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良心 所以我们在中国境外的各种的抗中运动 尤其是身处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台湾的我们 就更没有理由跟借口在六四的前夕 以及六四的当天保持沉默 施逸祥说2021年的此刻 抗中已经不是两岸三地的事 抗中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鲜明的战线 作为在这抗中轴线下 台湾的公民社会以及人权团体 不仅应该大声站出来悼念六四事件 一起串联奶茶联盟对抗中国的坦克车 要与西藏人民港人新疆维吾尔人缅甸人民 对抗与中国政权站在一起的极权政府 西藏台湾人权联县理事长扎西茨然表示 流亡中的西藏人已经能选择自己的政府 但是在西藏里的西藏人 中国里的中国人已经完全没有机会 所以他要以西藏人身份呼吁 所有中国人出来不要忘了六四 同时藏人也不能忘记三一六 团结的力量有一天会达到目标 民进党立委洪生汉指出 今年是六四三十二周年 目前为止中共依旧没有认错 没有道歉 没有为受害者平反 中国共产党与过往相同 又在六四前夕抓捕了中国民运人士 只因为担心害怕在六四当天 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今年黄小敏往爱中又被拘捕 甚至判罪 这都是令人难过伤心的事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更进一步的彼此提醒 甚至去制止他 去反制他 这样子的独裁或极权的输出 他就不会停止 台湾公民团体还将在六四当天下午四点 在台北市自由广场设置悼念亭 将献花以悼念与追忆六四屠杀之死难者 与受打压之意识 晚间则在纪念六四线上悼念网站 让全球网友透过网络点起烛光 一起为六四死难的意识祈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现局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梁颂恒 连同四名流亡港人 近日成立了新的组织 HKLC 主要从事政治游说和支援流亡港人的工作 记者对梁颂恒本人和该组织一名 曾经担任过勇武派抗争者的成员 进行了访谈 了解到该组织的相关情况 以下是记者孙诚的报道 近日 流亡美国 现居华盛顿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梁颂恒成立了一个名为HKLC 旨在从事政治游说和支援流亡港人的组织 梁颂恒告诉记者 HKLC其实是我跟四个流亡在美国的香港人 一起去成立的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组织 可以做两个事情 梁颂恒提到的两个事情包括 第一个是去支援其他的农王的香港人 第二是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故事 可以去做一些谣说的工作 Focus的工作 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可以维持香港这个议题 在美国政治圈的热度 对于自己成立这一组织的原因 梁颂恒介绍说 因为我在碰见其他农忙的香港人之后 他们告诉我就是为什么来美国 其实他们也想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想起去成立整个主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希望可以在他们过来美国以后 也能够将他们的故事 可以用来继续的为香港做出一些劳力 因一章在2019年11月的中大之战中 手持铁锤防守二号桥的照片之名 而被人们称为锤佬的 一位香港勇武派抗争者 于今年5月25日加入了HKLC 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加入该组织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想能够进行国际游说 香港这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还有就是帮助更加多的香港人 有需要帮忙的都能够过来这里 寻求政治庇护 因为这条路都比较困难 不是香港人使用都没这个经验 对不对 他还说 第二个组织未来可以怎么样 希望帮助尽量多的香港人 有这个勇气跑出来 而且漂泊这么久 信任程度都应该比较低了 所以都是希望尽量帮助 梁颂恒表示 目前HKLC每周都会向美国国务院 和每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 发送一份通讯 并正与各种人事会面 向他们讲述香港的情况 他还透露 另外 另外资云手足的方面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 safe house 我们还有做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们想要知道怎么样去申请 在美国申请阿萨罗 怎么申请美国的 visa 应该申请哪个 visa 这些事情我们也会跟他们去沟通 梁颂恒也告诉记者 目前HKLC在尽量帮助香港流亡者安全抵达美国的同时 也在致力于解决在美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流亡者的生存问题 比如说在美国申请阿萨罗 这样子 他可能会要六个月九个月 他不能打工 拿着没有收入 我想帮助他们的就是 最起码的是他们还没能够找工作之前 我们可以给他住的地方 给他有基本的生活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程旧金山报道 中国的全面二海政策自2015年以来已经落实了五年 短期内促进生育效果显著 但后劲不足 今年的5月31号 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开放三海 以应对严峻的人口形势 从计划生育到全面二海 再到今天的三海时代 当局迅速推广宽松的人口政策 然而政策指导生育 是否真正能够提高人们愿意生育 扭转人口暴跌的颓势呢 网友和专家纷纷表示 新政策不易过于落关 以下是记者一斌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 三孩生育政策正式落地 会议指出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进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 这项政策有利于保持中国人口资源 秉赴优势 政策一出引来民间激烈讨论 河北的周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他每月收入扣除房贷 所剩无几短期内没有结婚生育的意愿 他说这种想法在同龄人中很普遍 一边开放二胎三胎 一边房价使劲地往上涨 所以就渴着这90后一代人来坑了 开放二胎 至少还描绘了一个不错的蓝图 吸引大家来考虑这件事 但开放三胎 就是拿着一个大棒子 赶着人家生孩子 随着开放三胎的政策落地 建议延长产假之三年的话题 也冲上微博热搜 引来网友声讨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 近日在接受中国媒体 红星新闻采访时建议 延长产假之三年 配套相应生育奖励政策 提高年轻人生育意愿 人大代表的此番话 引发了女性对自身处境的担忧 来自安徽的吴小姐 去年刚刚毕业入职 她告诉本台 近些年实施的种种政策 表明 无论是在家庭还是职场 女性的生存空间愈发收窄 生三胎休九年了 谁还敢招聘女性 这就是靠制度把女人踢出职场 还有之前的30天离婚冷静期的 阴间政策也是 就是结婚没钱没房 离婚没门 产假限制工作断了收入 一套组合全下来 女性唯一的价值只剩下生育了 虽然31日的政治局会议也提到 中国将配套支持措施议题考虑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 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但短时间内能见效吗 旅据美国的政治学者邓玉文分析说 人口政策调整来得太晚 三胎堆积效应必定不会如 全面二孩政策刚实施时 发挥的那么明显 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实行 中国当年出生人口飙升至1786万 达到2000年以来最高峰值 随后连年大降 据上个月发布的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 比2019年下降了18% 比2016年下降了33% 虽然全面二胎政策短期效果显著 但随着效应消退 仍不能扭转生育断崖的颓势 邓玉文认为 房价高企 教育及医疗资源失衡是结构性问题 国家无法通过行政手段 在短期内进行干预调整 他说 虽然中国政府接下来会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但并不能触及根本 不是说一年两年 就能不能正少的 非得是一个长期时间 十年都见不了下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 计划生育政策 对一代人影响深远 社会文化短期内 恐难有大改变 面对生存压力大 生育成本高的现实 和年轻人普遍抱有的养不起 不想生的躺平心态 三次人口政策的调整 能否创造中国人口转型的拐点 人们拭目以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一宾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决定放宽生育政策 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 被民众解读为是一项 立国但不立民的政策 民众质疑 政府为何不取消生育政策 江苏一位寄生政策的受害者 对本台倾诉了他个人的遭遇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计划放宽 执行了数十年的生育政策 准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子女 不但为引起中国民众的参战 反而引起网民炮轰 质疑政府为何继续垄断民众的生育权 为何不撤销被人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 官媒新华社发布放宽生育三个子女的报道 招致排山倒海的指责 矛头指向中央 新华社于当晚关闭了网上评论区 不过在新浪微博 舆论几乎都在批评官方生育政策 一位网民写道 人被看成资源 人被看成工具 人首先应该被看成人 什么是人 人是由自由意志的 人活着不是为了国家 人也不应该处处被计划 江苏扬州时事评论人 林珍宝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 当年她的父母亲因为超生 被计划部门罚款 她本周二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生育权是天赋人权 任何人不可剥夺 面对逐渐消失的劳动力 中国政府于2016年起 放宽每对夫妇可生育二孩 试图改善人口结构 但没有奏效 今年开放至可生第三个孩子 对此 林珍宝说 1980年中国时事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 目的是减缓人口增长 促进当时刚刚开始的经济繁荣 但对妇女采取强制绝育 人工流产等手段 制造出无数人间悲剧 林珍宝说 她的姐姐当年被强制营产 目前在中国底层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无力买房 因此出现了躺平主义 有网民评论三孩政策是 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电池不够用了 很多电池电压不够了 只能让百姓加把劲造电池 其中所说的电池就是普通劳动力 有被称为韭菜 贵州大学人口学退休教师严先生 对本台说 无论是开放三孩 还是全面放弃寄生政策 都无助于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现在是生不起养不起 有效劳动力 就18岁到55岁这一段的人口压力太大 生育人口20到40这些人的年龄 这个年龄段的人压力更大 关键是什么了 现在要能生得起养得起 那些人现在社会的形态 社会的观念都不变了 严老师说 三代结构的家庭自然形态已被打破 有舆论认为开放生育三个子女 对有钱有势的人而言毫无压力 有钱有权的子女越多 他们牢牢占据的一流位置就越多 网民花丝落雨雪道莫名其妙 就直接开放生育就好了 还规定能生几个 太奇怪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中国微博大V蜡笔小球 因质疑中印冲突阵亡解放军的人数 被控诋毁英雄烈士罪名 5月31号被法院判处8个月刑击 成为第一位因此罪名被判入狱的人 外界批评中国政府是为了禁止公众发表不利于军队的言论 因此杀鸡尽猴 以下是记者陈炳杰的报道 今年2月 中国解放军报公布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时 中方军人死亡的信息 边防团的团长在事件中受到重伤 并有4名官兵阵亡 当时在微博上拥有250万粉丝的网络大V蜡笔小球 发表疑似嘲讽中方团长并质疑官方公布的中国军队死亡人数 因此遭到批捕 蜡笔小球本名邱子明 他是精灵晚报和经济官交报的前调查记者 江苏南京市的法院在5月31日 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判处蜡笔小球邱子明把隔月的有期徒刑 对于这个判决 旅美的中国人权律师藤彪直说 邱子明是因言入罪 他发表的言论不构成犯罪或是被批捕的理由 真正侵犯他们名誉的那些言论 那也应该是民事侵权 然后是一个民事案件 然后赔偿啊什么 就民事诉讼 完全不应该上升到 用国家机器来打压言论这样一个 刑事案件的程度 何况在邱子明的这个案件当中 连民事案件都不够成 邱子明先是在微博上暗示解放军的团长 以牺牲下属的方式活下来 并反奉反正我们赢了 之后发表评论指牺牲的四位 是为营救而立功 并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 他写道 连去救人都牺牲了 那肯定有没救出来的啊 说明阵亡的不仅仅只有四人 言论随即惹来官方批评 邱子明在2月19日 被以寻信滋事的罪名逮捕 今年3月1日起 中国刑法修正案11 增加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罪名 邱子明成为第一位 因这个罪名被判入狱的人 如此刑法定就罪 也引来外界质疑 此外 邱子明先前遭到 强迫电视认罪 视频中的他脸被打上马赛克 身着囚犯符说道 我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良知泯灭的行为 我相信我是一个 可以说是我良知泯灭的 我对此也是一个 是一个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报导称 邱子明是因为有认罪表现 才被侵判8个月 曾经在中国南海部队服役 熟知中国军事情况的中国退伍军人姚成 就告诉本台 中国政府禁止外界发表任何不利于解放军的舆论 借此隐瞒军队里不光彩的事情 现居美国的他 以美国对待阵亡士兵的庄严态度做对比 直出中国政府隐瞒阵亡人数的举动 无疑是不重视士兵生命 也怕外界的风吹草动 影响到军队士气 因此封闭军队相关信息 他强调 根据韦春王的消息 邱子民已经于上周四 与当地的检察院签署认罪拒绝书 目前被羁押在南京市看守所内 截至目前已经有7人 因为发布质疑中印冲突事件的言论 遭到拘留或是逮捕 包含本台先前报道的 中国异议青年王静瑜 他因为质疑去年中疫冲突中 中国军人死伤的真实情况 被中国警方往上追逃 上个月因涉嫌侮辱宗教罪 在迪拜转机时 被当地警方拘押一个多月 终于在5月27日获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广州市进入全民防疫阶段 该市公布了38个封闭管理区域 阻止新冠病毒蔓延 另外深圳珠海佛山等地 也调整了防疫举措 其中佛山水道以南的区域范围内 实行封闭式管理 日常必需品 由地属街道办配送 以下是记者巧龙的报道 广州疫情持续当局自5月31日起 封闭部分区域 当晚11时取 市民离开广州必须出事 72小时内当地检测部门出具的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广州市立湾区居民蔡女士 当天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广州已经有近1000万人 注射了新冠疫苗 但仍然有人感染 广州市卫健委本周二通报 广州市新增确诊病例10例 全部属于本土病例 年龄最小的16岁 最大的85岁 另有两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居住在栗湾区的蔡女士说 她居住的小区已经封锁 只进不出 本周二广州市公布 38个封闭管理区域 其中栗湾区中南街 全域7平方公里 近8000多人被要求留在家中 执行封闭管理 广州居民吴先生告诉本台 当局已经封锁 出现疫情的社区 疫苗都在全区都在全员的核酸测试嘛 天河这边呢 我看到31号到2号三天的时间是 大概有十来个街道要全员核酸测试 现在这个疫情的病毒变异 就传染性非常强 估计这个疫情还会有所伤生吧 截至到5月31日16时 广州全市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1313万剂次 1011万人 全市一共有325万多人完成了全程疫苗 即日期 广州暂停新冠疫苗社会接种集中人力进行大规模核酸排查 广州市政府副市长黎明说 从5月30日开始 在完成立湾区核酸扩大筛检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全员核酸检测的范围 扩大范围覆盖到5个区的48个街道 目前全广州核酸大排查 检测样本304万份发现阳性11例 另据佛山公众号佛山发布的消息 5月31日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指挥部发通告称 近期佛山市出现新冠肺炎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两例 为快速有效阻断疫情扩散 长城区石湾镇街道绿英明园小区和南海区贵城街道永安路以西等地 实施封闭性管理措施 确保足不出户 日常必需物品由属地接到配送 当局同时关闭批发市场和娱乐场所 酒吧 洗浴中心等 另外 珠海对14天内从中高风险地区进来的旅客 需提前主动向所在社区支委会报备 目前恒清口岸、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均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加拿大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旧址 近日挖出了215具孩童的残骸 黑暗的历史篇章再度被掀起 近日引发严肃的检讨 一些中国媒体和网友批评加拿大罪恶连连 却还谎称新疆有种族灭绝 但有加拿大华裔历史学家表示 加拿大原住民和新疆维吾尔民族都遭受苦难 但加拿大政府愿意承认并设法弥补当年的错误 而中国却根本不愿证实问题 两者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 今天记者柳飞的报道 这几天加拿大媒体大幅报道 在卑诗省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 弟弟发现了有200多具孩童骸骨 各级政府均下半期致哀 总理特鲁多称 这是对加拿大一段羞耻历史的沉痛提醒 将权力厘清更多真相 并为原住民社区提供更多援助 但一些中国舆论和加拿大华人社区 却借此炮打加拿大 例如有文章称 当美加等五眼G7国家 以子虚乌有的所谓新疆种族灭绝 指控中国政府犯下人道罪行 道貌岸然的扬言制裁中国时 真正的种族灭绝文化灭绝竟然出自他们之手 有网友称 种族灭绝的事情加拿大都干过 现在却将罪名安在中国人头上 这些说法和中国外交部口径一致 前两天王毅反驳维吾尔种族灭绝时就提到 德国纳粹屠杀逾600万的犹太人 华春莹之前也批评加拿大和美国等 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 长期研究加拿大原住民和华人历史的 加和会会长朱伟光 对于有一些加拿大华人根本不愿了解历史 却只喜欢随中国大外宣起舞感到难过 他说加拿大历史上的确残害过原住民 至今整个国家为此付出很多代价 政府道歉 花很多心力企图弥补 但有多少华人认真去了解原住民所面对的问题 并提供帮助呢 这些反驳新疆维吾族面临压迫问题的华人 根本就没有为人权发生过 他们不关心历史 所以没有关心过加拿大原住民 甚至没有关心过我们仙桥华人 曾被歧视侮辱的历史 例如几年前 我们向政府抗议反对一所高中翻箭 将毁坏华人坟场时 有原住民朋友 很多其他族裔朋友一起声援 但怎么没有看到这些华人站出来发声呢 卑诗省历史维护会会长列国远说 没有人不会犯错 问题是如何反思错误 而朝向正确方向前进 卑诗大学亚洲学系教授邱惠芬说 谈论历史要看整个漫弱 要看史实发生的时间点 正是因为欧美曾走过黑暗的历史篇章 所以力求不要犯下同样错误 并希望全球种族都能享有和平自主的生活 整个加拿大 这是共同要负的一个责任 这不代表加拿大政府就不可以谴责别人 对不对 也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政府犯下的一个罪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和外交部长一号举行磋商会议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腾伯格 5月31号指出 中国的崛起会给北约的成员国带来新的机遇 同时也会带来严峻挑战 他呼吁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详情请听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和外交部长一号举行磋商会议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腾贝格 5月31号呼吁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北约将在6月14号举行峰会 就北约2030倡议做出初步决定 美国总统拜登也将倾赴欧洲参加会议 为了准备这次峰会 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和外交部长今天召开视讯会议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明确表示 希望会议能够重新拟定北约的战略构想 并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斯托尔腾贝格在会议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针对中国的崛起指出 虽然人们依然相信中国的崛起 会给北约成员国带来新的机遇 但也同时会带来严峻的挑战 他说 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的国防预算位居全球第二位 海军规模是全球最大 而且北京正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等 高科技的军武设备 但是斯托尔腾贝格指出 与北京的问题在于 中国没有与我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 他们不相信民主 不相信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 他还表示 北京迫害维吾尔人打压香港反对派 威胁台湾 这些都是关乎北约安全的问题 斯托尔腾贝格强调 对中国的这个评估 各成员国的意见越来越一致 斯托尔腾贝格还表示 目前对北约联盟和安全来说 是一个关键时刻 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和不可预测的世界中 需要跨大西洋的团结 斯托尔腾贝格17号也登上了 刚与北约举行过联合军演的 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他表示 这次的演习让外界看到北约 能够对抗任何威胁的决心和能力 也是对中国崛起的回应 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22号由英国启程展开处女航 要向世界展示脱离欧盟后的英国 还是将与同盟一起捍卫西方的利益 与北约成员的联合军演 就象征英国和北约依旧紧密相连 未来半年内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将造访40多个国家 前往南海进西太平洋 与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军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日本政府决定参与出资台积电 在日本设置的研发中心 结合20家日商与台湾半导体龙头 携手提升日本的半导体竞争力 向前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台积电将在日本辞称县逐坡市 设立研发据点 与日本约20家半导体相关的厂商合作 研发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将开发强化晶片效能的3D封装等技术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总经费约370亿日元 相当于21亿的人民币 而日本政府承诺 原则上负责筹策五成的资金 约190亿的日元 相当于11亿的人民币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伟山洪志 一号就在记者会上强调 确保作为数位社会基础的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 对产业非常重要 其在借此计划活化日本半导体产业 甚至吸引未来到日本社制造据点 都能够发挥正面的效益 对于在日本设立研发据点的这项计划 台积电一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台积3DIC中心设置 至于透过更多材料领域的专业知识 为半导体产业带来价值 使台积公司和在日本的伙伴得以共同攜手 推动半导体技术向前迈进 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日本政府拿出190亿日元实际并不多 提出来的那个预算是很低的 每个人说很低没有什么用 但是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动起来了 而且一次一网打进找了20几家日本的公司 而且都是老牌的公司 日本在半导体产业里面的材料 化学物质 研发 半导体的制造机器 都还是施展率非常非常高 而且品质非常好 台积电跟日本的厂商合作 台积电自己也会得到好处的 陈永峰还提到 日本半导体生产工厂 几乎已经在2000年陆续都撤退到韩国和台湾等等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完全依赖这两个地方并不是好事 现在整个把半导体当成三月无资的状况底下 各国的政府都不得不自己站出来主导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在日本的话 核能化电厂都已经民营化了 所以还有什么不民营的呢 所以事实上政府能够出的利益已经非常的少 但是日本的金产省或日本的政府 他有进行行政指导的过去的历史经验 所以比如说汽车厂或电子产业 都是在金产省的福祉 用福祉不太好听 但是就在金产省的战略底下 他是出点子或协助各个企业进行发展的方向的指导 陈永峰提到 现在日本电器商和车用半导体 以及日本很强的电动车产业 都需要跟台积电合作 确保车用半导体和逻辑晶片的供应稳定不得不做 台积电以多方合作 布局全球的态势逐渐明朗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珍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就说 台积电会为了应付各国的地缘政治上的需求 那可能也必须要采取一个相对应全球的一些布局 那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就是以比较小成本的一个部分 先做一个起头 我想不管是在从美国或者是在日本的部分 都是以先规模最小的一个投资 来为就是未来如果投资有加大的话 那可以预留一些空间 刘佩珍表示台积电以客户别的权重状况 做最适当的比例分配 比方台积电最大客户在美国 就在北美投资晶圆厂为主 而中国客户是其次 日本比重更少 所以选择发展材料研发中心 一方面也回应日本政府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压力 那在日本的设厂本同也可以 就是获取就是日本当地 他们这些日本半导体厂或者是材料厂商 他们在这个3D的封装一些材料 那未来也可以提供台积电在这个部分 在研发封装的杯块 其实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双方各取所需 据市调机构及邦科技的估计 台积电第一季的市占率攀高到55% 远居晶圆代工的龙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日本政府打算提供疫苗给台湾 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中国外交部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 为何同样喊出驻台疫苗 台湾部分蓝绿立委都表示欢迎 认为日本是真心 但对中国却有不少人担心是假意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28号证实 正在掩拧将多出来的冠状病毒疫苗 提供给其他国家与地区 也包括考虑提供给台湾 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指出 重要的是要确保 每个国家和区域公平取得安全 而且有效的疫苗 台湾在311日本大地震时 迅速捐款给日本 并提供各样的支援 虽然台湾国产疫苗预计在7月上市 但是在那之前疫苗可能不够用 因此日本也会好好考虑提供疫苗给台湾 31号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在有香港中平社记者提问 日本称将研究向台湾提供疫苗 台湾当局表示感谢 而此前福州厦门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 愿意向金门和马祖捐赠疫苗 台湾的陆委会却都予以拒绝 中方的看法如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 民进党当局从政治私立出发 对大陆的善意视而不见 甚至恶意无面抹黑 百般阻挡大陆疫苗出台 这是对台湾同胞生命健康的漠视和践踏 汪文斌接着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 借疫情搞政治作秀 甚至干涉中国内政 我注意到日本目前尚无法确保 自身疫苗的充足供给 在此情况下 日本政府宣布将研究向台湾地区提供疫苗 受到外界包括岛内 很多媒体和民众的质疑 我想强调 疫苗援助理应回归挽救生命的初衷 而不应文为图谋政治私利的工具 民进党极力把委员罗志正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呼吁疫苗的议题 应该要跨越政治和统独的对立 日本要捐疫苗给台湾 台湾当然是欢迎的 台湾当然是接受的 任何想去主打或者反对的 反而是从政治的考量 那尤其对岸 一方面在打压台湾取得 这个BNT的疫苗 另一方面也不让别的国家 提供疫苗给台湾 这些做法都刚好看出来 就是说他对中国来讲 政治才是一切 他根本不关心台湾人民的健康 对于中方反指民进党 百般阻扰大陆疫苗输台 罗志正说 这都是在放话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具体的动作 其实中国要帮助台湾很简单 只要不要去阻挡 BNT已经跟台湾几乎要签好的约 这是最大的帮忙了 国民党极力把委员曾明宗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中华民国基层 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然 为何同样是提供疫苗 会有为数不少的台湾人相信日本是真心的 而怀疑中国是假意 谁会比较干脆给你 中国多少年来 我们以前从国共在那边打来打去 跟现在在那边搞来搞去政治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 台湾是我的一部分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这样 其他没有了 可是其他的国家也要说你是我的一部分吗 没有嘛 你看中国连我们去WHA都挡 所以我说他是谁在推动台独 是中共在推动台独 哪是我们台湾在推动台独 林应然提到 过去曾有台湾媒体问到 你听到台湾两千万人的需要吗 中国世卫代表回答 谁理你们 你不顾台湾人民的接触 你还说你台湾人民已经受我照顾了 你看那个WHA他们的代表是怎么讲的 我懒得理你啊 你讲什么东西我懒得理你啊 实在是那个有点霸道 看你这个多伤民心的事情啊 一个大国没有大国的风范 心也那么小 你对自己对你的人民是怎样的 林应然说 其实中国如果跟美国一样民主 台湾早就自动归顺中国 在台湾对政府有什么不满都可以讲 但是中共可以允许台湾这样民主吗 林应然说 日本捐疫苗给台湾是求之不得的事 中国为什么要干涉 如果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 纯粹在商言商 像是国际间正常的疫苗买卖 台湾不会有意见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制剧长石板明夫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中国想借着给台湾疫苗以后控制台湾 加价对台湾影响力嘛 那日本给台湾疫苗 中国这个想法就会破空嘛 所以说中国很高兴啊 过去的话 他即使不爽的话 他也不会表面上表示反对嘛 毕竟这是救人的事情嘛 他会下面跟日本交涉 给日本施加压力啊 但是现在中国就直接把这话说出来的话 这个我还是蛮意外的 让他自己的形象 其实负面形象会更大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花台北报道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 过去靠着官方打造的 没有国际竞争者的垄断环境 走过了野蛮生长的爆发期 但是最近好日子到头了 有34家互联网企业 在监管机构要求下公开签署 自我排查同意书 配合官方 所谓刮自己的骨头 承诺反垄断 中国互联网企业 是怎么成为官方眼中的 垄断独角兽的呢 中国的反垄断 和西方的反垄断 有何不同 本台记者郑重生 特别制作了专题节目 网络科技监管的事与非 共两集 下面请听上集 中国式的反垄断 推动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 李彦宏 数字经济的创新者 马云 互联网家行动的探索者 马化腾 优秀代表 创新者 探索者 中国互联网三巨头 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 接受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鼓掌表扬 他们作为改革先锋的 杰出贡献 但两年前的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的庆祝大会 风光过后 现在的中国互联网行业 从BAT到头条 美团滴滴出行的TMD 脖子上都架着 看不见的反垄断大刀 不是在官方约谈后 收到天价罚单 就是在接受约谈的路上 中国外卖平台龙头美团 是最新盈利 美团的创办人 王兴不久前 在微博上发布了 唐诗焚书坑 被解读成是 暗奉北京监管当局 尽管后来王兴删文 美团还声明解释 帖子是提醒公司 要时刻保持对创新的追求 但美团公司高管人 遭上海市消保委约谈 股价一度大跌了近10% 从去年底的马云演讲 到王兴发唐诗 两个人对中国市监管 发过牢骚后 都很巧合的成为 官方反垄断的目标企业 中国改革派的经济学者 盛宏就告诉本台 这个互联网呢 它甚至跟 这个实体产业垄断 不太一样 因为互联网的这个 虽然它是看起来垄断 但是呢 在互联网中呢 有很多这个突破口 它可能能打 能打破你的垄断 盛宏说 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 需要更谨慎行事 而从百度到阿里巴巴 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独角兽 是怎么长成的 对中国政府来说 牵涉到互联网的 都是敏感领域 外资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面对审批的种种要求 就算不是行政垄断 也成为水土不服的坎 更缺乏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 协同优势 就以搜索引擎为例 如果谷歌当年不是因为 中国官方要求内容审查 而退出中国市场 百度能成为龙头吗 再看第三方支付 尽管马云的支付宝 当年打破了中国银行 长期的守旧作为 但美商PayPal苦等 中国官方审核14年 才等到了可以独资 但是有限制的经营许可 中国一些互联网企业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 形成影响力 就算曾经打破了 中国的内部垄断 但只要大道让官方感到不安稳 反垄断的箭 就会射向自己 长期追踪 中国经济发展的 纽约独立咨询机构 中国鹤皮书国际总裁 米勒就告诉本台 中国官方关注的是 不能让有一方大到能掌控一切 但西方国家关心的是 这是不是经过 有足够多的竞争者参与 公平较量后形成的垄断 对北京来说 在某个领域 有一家或两家企业 想有绝对的支配地位 它就会紧张 党觉得不安 就没有谁能安稳经营 2021年的4月 中国官方针对互联网的平台业者 吹响了反垄断号角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先是对阿里巴巴祭出 史上天价罚单 人民币182亿元后 紧接着又连同中央网信办 税务总局找来至少34家企业 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 要求充分发挥 阿里巴巴案件的警示作用 互联网平台企业要 知尽未守规矩 限期一个月全面自检自查 彻底整改 5月官方反垄断的大刀 还挥向了互联网运输平台 交通运输部在内的八大部门 约谈滴滴出行在内的十大网约运输业者 要求企业就抽成比例 运驾机制和垄断等问题 提出公开透明的整改方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在官网公布了 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 针对平台经济 中国国务院的反垄断委员会 也史无前例地发出征求意见稿后 不到三个月就公布并实施了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显示监管出手是又快又紧 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就说 美国也是科技创新先于法律法规监管 但谈到垄断 美国更关注的是 一家企业的高市场占有率是怎么得来的 其实垄断的任性一向模糊 在美国也一样 美国的这个被处罚那一边不同意 你有很多可以跟联邦斗法的方式 或者跟做政府斗法的方式 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啊 我觉得中国的执法就是抓几个大的标志性的打一打 然后就没了 对问题不会解决的 就是上面的人买医院 上面买 为什么会买 上面买买就是平行民意院 他还说中国的反垄断法的制定与执行 很多是参照美国的 但是中国立法12年来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才向互联网行业开刀 阿里巴巴后来在声明中指出 对惩处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对政府的监管与服务心怀感恩 也同时心存敬畏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这是马云在自掏腰包拍摄演出的 维电影《攻守道》中所说过的一句话 两年前政府翻给了他改革先锋的红色奖章 也遮挡不了现在脖子上反垄断大刀重砍的伤痕 江湖上一横一束的生死铁绿 在中国商场则是横竖都不由己 刚才是专题节目 网络科技监管的事与非的上级 中国式的反垄断 请在明天同一时间收听下集 金融科技的监管要方对吗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香港支联会表示 他们筹办的六四纪念馆 星期二被官员上门警告 当即指出 这个场地在举办展览前 并没有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的牌照 六四纪念馆上个周末刚刚开放展览 并没有提供市民献花的悼念区 六四纪念馆两天前开放了 八九民运与香港的主题图片展 讲述了这场运动的经过和港人的支援角色 报道还引述主题展负责人的话表示 展览内容全部是历史事实 除非在香港讲真相也犯法 否则他相信展览不会存在法律问题 针对香港支联会的纲领口号之一 结束一党专政是否违法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 他不能够只是简单的 以是与否来回应如此复杂的事情 这必须经过搜证后 由法律部门做出决定 往年每逢六月四号 香港支联会都会举办六次的纪念活动 但去年 港府以防疫为由首次进办这些活动 今年当局以同样的理由 再次禁止举办六次集会 躺平 近期成为中国的网络热词 这个强调少工作 不买房不购物不结婚生子的生活态度 造一些官媒的抨击 有香港媒体报道说 中国社交网站豆瓣近期已经关闭了多个与躺平有关的讨论组 一些用户因为在贴文中提到躺平也被禁言或者封号 中国卫生部门星期二通报 江苏省已经发现一人感染H10N3禽流感 这是全球首个人类感染的病例 不过卫健委引述不具名的专家评述说 病毒全基因分析显示 H10N3病毒未具备有效传染人类的能力 这是一次偶发的禽传人的跨种属传染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